麻煩,去大專會堂 咦?去聽音樂會嗎? 不是呀,是去聽專家開講 歡迎來到大專會堂 好啦,歡迎聽眾收聽我們今天的大專會堂 我們承接著上個星期 因為上個星期再次請到本地攝影師Dennis 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有關攝影上面 尤其是上次講到一個題目,就是關於AI 首先,我們邀請Dennis進來 Dennis,你好 各位聽眾好,我是Dennis 對,其實我先講一下 因為上次Dennis有分享了一些關於Photoshop 一些形容 其實原來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因為你說這個AI的形容 上年首月開始有 沒錯 但其實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接著聽完你分享之後,他們就去試試 覺得整件事情挺好玩 但又有些聽眾分享 可能他們沒有買這個軟件 但有沒有一些免費的呢 讓我可以當作入門玩一下 可能玩玩一下才試試 Photoshop 都不明白 所以這個星期日就想請教一下Dennis 關於這些AI做相像的 有沒有一些免費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其實我教授攝影班的時候 都有很多同學問的 因為我教授攝影班 都有兩堂講Fotoshop 沒錯,Fotoshop真的很強勁 但講到最後,同學就會問 阿Sir,Fotoshop要錢的 如果你每年購買Fotoshop的Service 都要三百五十元左右 你不是玩開 雖然它有試用期給你 但始終都是貴的 但其實在網上有很多工具 可以讓你做到AI去製造相片 例如舉個例子 Microsoft Bing 這個軟件 其實是一個搜尋軟件 大家都應該聽過 現在你會發現 開啟了之後 當然你要有一個Microsoft的 Email帳戶 即是先有一個帳戶 對,先用帳戶 你才可以用這個Service OK 你會看到有一個 按鍵叫做Image Creator OK Image Creator 那要做些什麼呢 其實跟我上次 之前 上一集都說過了 無中生有 即是你打一些Keyrek 都可以產生一張相片 上來 甚至你可以打個句子 都可以產生一張相片 大家不妨去Lock in 一定要一個帳戶 一定要這樣 這樣 都會有一點點要注意 你打中英文 打什麼文 基本上都可以 但出來的照片 是正方形的 現在是 一定只有方形 正方形 對,正方形 但你有很多工具 產生到便 打橫打動都可以 這樣也是 可能正方形 就是很適合IG的結構 因為通常它是正方形 分享上面 但是 Dennis有兩個 你可以擦大 它 Fill in 周圍的位置 是的 還有 它要注意 一件事 就是它每日 即是如果你用它 每日 每日只可以產生 15個creation 15個creation 你說 會不會更多 我按過 可能它要買一些服務 才行 譬如相片 又想大一點 都應該要買它的服務 才行 始終都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生意為本 但出來的東西 真的很美 我想當年 我們有一些 Wallpap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下載一些很有創意的 Wallpaper 下載做Wallpaper 自己的電腦用 但現在 基本上你用這個功能 做出來的東西 很棒 真的沒有問題 放IG 絕對沒有問題 如果 偏相的話 可能解像度 還不是很足夠 不過也是那句 我上次都說 一日簽地 科技 你下年 可能已經做到 很OK的質素 是的 所以 大家 提一提我們聽眾 我們都會把 一些例子 沒錯 都放在我們社交平台上 可能是IG 或者是Facebook 大家 都可以在那裏 看看一些簡單的講解 怎樣可以做到照片 是的 大家 看回Facebook 我都有些例子給大家 大家如果不明白 看看 很容易明白 看一看 基本上你三分鐘 你已經懂了 寶寶單級數 應該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除了這個 Bing 搜尋軟件 有Gen相機的功能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 你知道 這支AI 越來越多人都有想做這些 有沒有另外一些 是有什麼 服務給大家 其實有一些 可能大家也聽過了 就是用相片去做片 相片做片 即是 但是相片本身不動 但是 是啊 但有個Service 叫Pinker Lab 現在應該是1.0 其實 都是最近的 發展了給公眾使用 其實它也是發展初型 但是也很驚奇 我講一講玩法 大家也會放回連結 大家可以去試試 大家就準備一張照片 準備一張照片 然後 它會 只有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不用多的 不用很多照片 只有一張照片 然後 它會問一些問題 就說 你想要一張照片 去做什麼 片 譬如 我拍一隻貓 我要一隻貓 走來走去 或者是吃東西 那你就 在KeyVest那裡 打一些Description 可以問你幾個問題 譬如 你要那個片 和你的Description 近似度有多少 令到25 25 是最多的 即是我要Exactly Match我這個Description 那你就要教這個數值 另外 通常我們拍片 都會Pan來Pan去 或者Zoom來Zoom去 或者是晨晨轉 那它另外有一個設定 就給你 你這條片 需要Pan 或者Zoom in 那樣的 它都會加上 即是它其實是 扮成有 即是在Camera Angle 你想要Tight一些 或者Wide一些 都可以叫它這樣做 那我好像真的在拍片 絕對沒問題 另外還有最後一個設定 就是關於片的比例 譬如正方形 16比9 甚至輸出9比16 即是電話打動的片 都沒有問題 那麼 出來的東西 它現在是24FPS 24FPS 就是現在電影出的格式 其實都是片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要拍萬動作 這個就不是這個格式 要高一點FPS才能做到 始終是一個免費服務 所以現在剛才發布出來 只是會放三秒鐘的片 哦 免費三秒鐘的片 還有呢 如果你用免費帳戶的話 那你自己 carry 每天 carry 30個credit 30個credit 是等於放三條片 即是每次要用10個credit 那我如果要長一點的片 又或者是要多些片 那它是可以購買的 這個真的已經可以購買了 那也明白 也是 在商言商 那它讓你試用一下 看看操作 那個效果 是不是你的心意 如果OK的話 自己可以再去選擇買 還是不買 但起碼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那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做這個片 嗯 那你拍一張照 沒錯 你也有一個主角 在這個片裏 那 那個主角 因為其實他也要認識 你的主角是什麼 那我就試過 發覺有一個小提示 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拍的時候 那張照片 那個主角 背景就比較乾淨一些 清晰一些 不要很雜亂 那不是 他做出來的效果 就不是很理想 噢 那始終Pinker Lab 1.0 現在是 一兩個月左右 給公眾去試 那是有發展的空間 不過已經出來的東西 就很瘋了 很特別的 大家真的要玩一下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 就算你甚至沒有照片 你打一個資訊 它都可以賺到一些東西 給你看 那其實它有點像是冰 也可以冰的用法 沒錯 但是它又再多一層 那它又有一張 你可以用一張照片 做Revencing 去整個片 噢 又或者你 我真的沒有照片 那你打一段字 它會給你的 OK 那這個 大家又可以試一下自己玩 是啊 我也有一兩個例子 放在IG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去玩一下 對 大家又不妨去看看 社交媒體那方面 沒錯 另外 其實 有沒有說 可能我們的 注意下 才可以令到 可能 這些AI相片 會更加好一點 例如你 剛才這樣說 我正在拍一段影片 如果你把照片裡面 你的object 是太小的話 太小的話 我要一隻雀鳥飛 但雀鳥看的照片很小 它擋得很困難 而且擋錯東西 是這樣的 還有 大家都知道我玩360攝影 我拍照的時候 你都要了解一下相機 本身最好的鏡頭質素是什麼 OK 三門相機 就是兩個球形的鏡子 有正面和背面 其實正面和背面 相片的質素 是相當之好的 但是旁邊的邊位和下面 特別是底座的隱形自拍棍的位 其實出來的相片 未必可以用得 大家留意一下 片或者你會騙到你 相片就一定看得到 所以那些做出來的相片 即是擋出來的相片 是應該放在AI 是應用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拿一張相片去做事的話 那個背景 即是人 即未必是人的 主體的背景 現在我看到 不可以很混亂 因為始終是要AI 一層一層分析 你的相片 然後再做 所以你拍的時候 可能你拍多一點 然後你再選一張 對的 然後再玩 OK 大家如果想玩一下 這些AI工具 怎樣由相片片 或者怎樣用你的器材 可以拍一張更好的素材 讓AI容易去用 而做到更加有趣的相片 大家就要注意多些了 那些什麼未來的發展 大家我們會期望 未來發展 其實大家都已經手上拿著一部 那就是手機 如果拍了相片 都有一定年資 譬如說二、三十年 應該會留意到 相機之前 就有一份 手機攝影 有一些 叫做卡片式相機 叫做compat camera 連一個很輕便的相機 然後有一支鏡 可以zoom 很powerful的zoom 就是拿出街的相機 另外當然我們也有大機 我們轉鏡頭 打雀 那些機 但大家要留意 現在的compat camera 是全失蹤的 原來也是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現在的AI 和手機 已經做得相當理想 很多AI 已經建立了相機 舉個例子 每年去Canadian Day之後 有個煙花會演 有三天的 是溫哥華的 現在的人 你留意一下 五年前 你會看到很多腳架 在海邊 在Angers Bay 海邊拍的 而現在 現在越來越少腳架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 拿手機 它已經可以做到 防震 已經是手持 你拍到煙花 你已經是違反了 你說我要訂 去拍煙花 那個流動 完全不需要 現在手機已經做到 而且你會看到 現在的手機 有美顏 甚至拍攝也有美顏 我不知道 Chris有沒有玩過 Osmo Pocket Fit 我有看過 但我沒有玩過 是的 Osmo Pocket Fit 有一個功能 簡直是女士的 恩物 就是他 即時 拍攝的時候 去化妝 你拍攝的時候 你不用化妝了 他已經瘦了臉 去拍攝 已經是 出現了給你看 所以AI 基本上 會放在手機上 還有價格 每個人都要用手機 那我為什麼要多賺錢 買多一部compat camera 所以就被淘汰 我估計 接下來 AI發展方向 就是 多數都會在手機應用 那裡 還有 有什麼東西 暫時 是手機 還有所謂的專業 輸出的手機 做不到 就可能是 長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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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做得到 但我不排除 都可以 因為 那時候 因為那些感應器 始終不大 你的手機就有限 大小了 現在差不多接近一吋感應器 那些手機 那 難保 將來的感應器 越來越大 可以做到一些 我不知道 天馬行空 可能真的做到 長鏡的效果 那樣 例如拍個月亮 那我有些朋友 就拿手機拍月亮 已經可以 騙到人了 基本上 真的可以騙到人了 人家如果是拍月亮 通常都要 八百至1200mm鏡頭 打長鏡 還有要 下距少許拍攝 拍攝 但手機 都做得很像 你真的要放到電腦 你要慢慢去看 你會覺得 你這張照片 是有些 有些瑕疵 有些瑕疵 那 除了手機的感應器 可以發展得越來越大 跟AI科技 都建立了手機 所以我預計到 接下來 那些手機是很厲害的 如果買一支長鏡 是說是數十萬的 所以我猜 手機生產商 是很想去這個市場 是長鏡這個市場 我猜 我猜 積目以待 這些東西 那也是 絕對有這個可能 發展到你的方向 你拿這麼重的器材 你出去都累了 是不是 現在手機已經做到 那我用不著花多月錢 去買相機呢 所以 接下來是很 我相信 AI在相機的發展 人人都可能 分分鐘靠自己的手機 都可以拍到一些很軟的 可能軟的鳥 或者風景 都做得到 說一個方便的例子 我有些朋友去非洲 拍攝動物大遷移 有時師傅老虎炮 就要在龍裡面 因為動物都很凶猛 那些動物 長鏡 鐵閘真的會擋到一些光 是啊 但大家想想 如果拿手機出去 就拍得到 所以絕對是有市場 其中一個例子 希望他們快些發展得到 到時我們就可以見證 甚至自己手上 都可以拿著一部來玩 絕對可以見證得到 我覺得很厲害 所以AI這個發展 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大家都想 玩回剛才分享的一些 可能是AIGN上的工具 記得上我們社交平台去看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再跟Dennis討論 一些上面的分享 什麼上面的分享 稍後再回來 Mmm 聞名字 ento Ele Ele 演員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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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该让你生意永远 我不想介绍 Just for now 总比较你的缺点我没看到 Just for now 当初叫就让你跟上你步道 Just for now 我想超狂欢 你习惯就好 跟着那分片啊 那又超宝刀 Just for now 总比较你好 你把手放好 Just for now 不介绍什么 别让我知道 Just for now 我喜欢亲密 只剩你痛掉 嗨到 放风也到 高潮的你来迎宝 爱情在的满道 带着清甜的饮料 是虚构的 依靠骗小孩的幻想美好 爱情模糊心脚 只想要快乐味道 时间的只心跳脚 装甜蜜的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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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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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kiag hold on sma shut it out and let me poun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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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 it out sh Just for now 不介绍身份别让我知道 Just for now 我喜欢亲密的神秘通调海盗 暴风也倒 让超特你来迎奔 Just for now 总一脚你的缺点我没看到 Just for now 等主角就让你跟上一步的 Just for now 不想超狂欢一夜习惯就好 跟着脑房也倒闹 刚超高的 Just for now 我可以叫你好把手放好 Just for now 不介绍身份别让我知道 Just for now 我喜欢亲密的神秘通调海盗 暴风也倒 刚超等你来迎奔 当然不少得会有财神爷派礼事 和舞龙给大家尖尖才气 整个一月和二月 每晚九点 还有龙年现金大放送抽奖 最高会赢取888888现金 发掘吹灿耀眼的温高华 一切尽在park 博彩必须年本19岁 博彩拆落式可儿子 你看Mirror 是什么Mirror 哪里 哦 你说这间日本化妆专门店 魔镜Magic Mirror 他们牌子款式多 全部由日本进口 好试资商堂 SK2等 我中学已经光顺 现在还有限量版动漫精品 例如叮当 投文字D 我的子女都成为了魔镜粉 魔镜已经做了28年 现在还有周年折扣低字半 那就叫朋友来时代方 公地面1楼12703 送货啦 大专会堂 回到第二部份的大专会堂 在我身边 继续有Dennis本地的摄影师 Dennis 你好 你好 各位 请坐 我记得当时Dennis 也有分享过 其实拍照这件事 自己拍是一回事的 但其实能够和其他人分享 是有另外一种满足感 没错 所以这一部份 我就觉得很想试试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找了一些DJ 提供了一些照片 他们很多都会 可能日常拍照也不顶 也很想试试 不如分享我们DJ 日常的照片 又给Dennis 看看Dennis 就觉得这张照片 又拍得好不好呢 而且又不只是 只说拍照 因为我记得以前 跟我们分享过 拍照这一部份 但后制 都很重要 令到照片更加美 更加吸引 所以很想试试 我们从摄影师的角度里面 看我们这些DJ玩一下 我们拍的照片 有什么感觉 给这位摄影师 听众也是 可以上我们社交平台来看看 所以我觉得 挺有趣 试试做一个这样的事 看看可不可以 拿回一些 因为我们都说 跟Dennis上过课 你要教过我们 一些不同的拍照的东西 又会不会 有这些工价做出来呢 那就试试做这部份 首先分享第一张照片 就是有我们其中一位DJ 拍一个建筑物 很漂亮 有些天空的云层 有个很漂亮的光 一个黄昏的光 Dennis 你有什么感觉 对于这张照片 首先构图十分工整 非常之好 把主角放在中间 其实在线条上和结构上 都给人一个感觉 其实我已经知道 所谓的Point of Interest 就是这张照片 是哪个催眉点 在哪个位置 在中间的建筑物 配搭在底色的一些彩云 也是很好 但有一件事 留意 拍这些黄昏的照片 有一个Terms 我之前 其实去年都说过 叫Dynamic Range Dynamic Range 就是动态范围 每个相机 每个相机 和手机 都会有一个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什么呢 是一个相机 可以拍到最光 和最暗的程度 去到哪裏 越大的这个数 就越可以 你会见到 相机的层次越高 一般大感觉的相机 可以去到15-16级的动态范围 其实打Dynamic Range 然后打一个相机 或者打一个手机 你会见到 你Google 会见到一个数 OK 越大的数 就代表拍得 层次越多 层次越高 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见到 一张照片有 一些暗位 又会 紫小一点 如果你Dynamic Range Range低的话 特别一些手机 一些小的手机 它的感觉不够大 它做不到很高的Dynamic Range 它自然 黑的位置就变成黑 光的位置就变成白 这样的 影响照片的观感 那我怎样做呢 其实是可以有些补救的 那大家可能有些玩过 数码客房 都听过一个叫做 HDR照片 是的 那拍照的时候 可以不妨 拍一张Under 拍一张Over 拍一张Normal 然后呢 放在后期 去做一个层次出来 是会鲜色一点的 这张照片 还有呢 你会做一些细节 不妨可以考虑 做一下这样的 我结留意到 手机 基本上 现在都有HDR的功能 那就可以开着去 然后 特别是这些 黄昏 这些反差大的位置 层次要求高一点的位置 你可以开HDR去拍 就会好一点的 曾经都有 可能问过 即是有些手机 就是HDR功能 完全可能一直都不会用过 是的 这些就是很好的时候去用 令到照片更加仔细一点 是 Capture多一点 拍三张 拍五张 再合成 就很理想 那这张就这样了 我们再弄多一张 第二张 第二张 它里面的主题 我们都形容少少给听众听 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社交平台看看 就好像有个演唱会 有一些光 就跟左边 射向主角唱歌的人的背脊 很陶醉 都是演唱会的摄影 Dennis 你觉得这张照片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些构图 我都拍过 演唱会 就留意一点点 就是 它的气氛相当好 演唱会 其实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也有分享过的 就是 那些光 五颜六色斩下斩下斩下 基本上 就是 你的色温是会错的 尽可能 如果上相机 用窝影 其实手机也有窝影的了 是吗? 已经有了 已经有窝影了 是 你可以在时候调分色 但这张照片 我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你拍一个人像 你拍一个全身的人像 你拍全身的人像 不要说是演唱会 其实我们出去拍照 譬如 帮朋友拍旅游摄影 也好 可以留一点点 位置 在头颗 和脚 这张照片 脚的部分 就更紧了 当然 海风浩10 做出来就可以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不觉得 但是 如果你说 第一 拍照 就要做到最好 你拍照的时候 必非要留一些空位 给顶 和底 特别是打动人像 就是这样 要是你拍半身 拍半身 就可以 其实都可以的 你可以戳回去 都可以做到的 没问题 那相当都不错 不过可能留意一下 有一个构图 可能有另外一种 掌握的方法 前身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要留一些空位 OK OK 那我们接着 第三张 就是我们 其中一位DJ Rajun 他很喜欢去一些行山照 我就问他 可不可以给一张照片 给Dennis 你看一下 有什么感觉 他就像一个 湖的前面 他自己背着 看着 后面一座山 那样 对于这张照片的 感觉 或者构图各样 Dennis有什么看法 这张照片 我第一次看过去 令我想起 我在刘西蘭 是拍过类似的东西 有个人 在湖面前 拍了一个倒影 是 那这里 加拿大 常常都好天 还有 深马那时行山 很多时候都会见到 这个叫 什么 叫做倒影 倒影的照片 倒影的照片 你必须留意 他拍照的时候 他人在中间 他人在中间 但是就搭着景 这样的 哦 这样就会变成 你的照片 你的主体 人就黏在景物上 黏在景物上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是很漂亮的 可以多拍几张 我觉得 是 即是你把主角放 或是你 或是你自己拍照的人 拖多一点 可能又是另一种感觉 我搭着倒影 就会比较理想 你这样说 我现在真正仔细留意到 倒影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 interest point 现在就搞到 我应该是 看着Raging的背部 就黏在 要少少 好像浪费了 是的 可以拍几张 对 接着 下一张 就是灯色相 都是我们其中的DJ 我估计他就是 聖诞节那段期间 周围去拍一些 漂亮的灯色 Dennis有什么看法呢 对你讲 这张照片做得很好 就是等车走走 才拍马路 然后拍一个很漂亮的屋 其实 拍了灯色 应该是入夜 其实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 这张照片 是非常漂亮的 是 但是你怎么可以 精益求精呢 就是 入夜 入夜之前 就有Magic Hour 我也讲过 那阵光 就暗的 但是又有色彩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应该入夜之前 去拍 我估计它 都开了灯了 因为我看到那些灯色也是这样的 入夜之前都开灯的了 然后有个底色 那你能看到 现在背景全部是黑色的 是的 那我觉得就浪费了它了 那如果时间许可的 和安排到的 就可以入夜之前 都试一下拍摄 然后去 可能会再加漂亮 更加搶眼 嗯 是的 我们也讲了 怎样可以令照片 精一求精 那是哦 其实就是 你挑选的时间 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就是Magic Hour 那个位置 那天空也是 另外一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黑色 就浪费了 没什么细节 因为它虽然前面 好像是有棵树 好像做过前景 但就好像又是 不太看得清楚的 那样 OK OK 那这个 如果将来 大家又拍一下 灯色又可以想一下 是Magic Moment 去拍 Magic Hour 好了 再看两张 好吗 好 这个是我们DJ B Chiu 他之前去过 多伦多那边 拍的大瀑布 这张照片 你又觉得 有什么感觉 是的 我看过境 也知道在哪裏 是的 每个都拍 是的 高那一段 就是加拿大 低那一段 就是鼻角那一段 是的 那就拍了Double Rainbow 那这张照片 就很难得 你拍到双彩虹 那其实它的构图 和都是很工整的 和都是很直怒的 这样的影法 那你说 我怎样可以再做好些呢 就是在彩虹的着手 interesting point of interest 一定是彩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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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将那些 你就要 如果我说 我在Photoshop 就会困住彩虹 然后再加色彩浓度 但是有 但是因为彩虹 它有些透明 有叫它透明底 但是要功力强些的人 才能做得到 这个是难做的 我告诉你 但是是做得到的 是将彩虹颜色的浓度去增加 从而令到更抢眼 我觉得唯一可以做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 改善的地方 就是这个 OK 但是可能它的功力 未去到那么高 它可能很快 是的 真的要做一段时间 真的要试的 因为好像可能 譬如我们 即是快将相片 将相片放上网 你可能靠手机 手机又更加局限了 你不可以 即是很难说 明天可能已经做到 现在的手机就说少题外话 现在就说事后收拾相 但是其实我发现相机 已经是事前收拾相 它已经收到画面 你觉得OK 现在开始拍摄了 开始拍摄了 这样的 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做得到的 OK 所以事前看有没有搞少少 可能更加漂亮 是的 没错 之后有一位DJ 应该是秋天的时候 在马路旁边 拍了两排 一些秋叶 很大的 整排 你的感觉又会是如何 这张照片 很优美 但你一看下去 就会被前面 左边的车 背部影响 你记得人 去高崗位或大面积范围的物件 眼睛就会走到那里 是 啊 车的背部 还有 右边的灯柱 放了出来 遮住一棵树 是的 那这些怎么办呢 这些 我之前上集都说过 用生成田式 我可以撿走 撿到你都看不到 是的 因为Dennis真是很有心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 Dennis会做这件事 因为纯粹都是想着 让Dennis看看照片 接着就有些什么感觉 但是 大家都可以上网看的 他就帮我们 这张照片 就做了一个 后製的 一个 一个 相片出来 正如刚才Dennis所说 硬硬的 车头 或者车尾 就消失了 但是呢 我真的完全不觉得 是有做过任何事情了 是的 我告诉你 你看不出的 现在的照片可以撿到 还有我告诉你 我只是用了两分钟时间内 是完成了这个动作 包括加了一些黄昏效果 加了一些黄昏镜片 那你会看到更加抽天的 是的 很漂亮的 之后真的 两分钟内 一定做到 所以其实真的 我们不要只是想着拍照 都真的要学一下 这些 后製上面的东西 真的可以令那张照 漂亮一百倍 这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了解一下 真的可以这样玩 另外有一张 这张 Dennis他也是有帮我们做些手脚的 那他呢 我简单解释一下 他就是有一个人 穿着红色衣服 就在那儿钓鱼的 而左边呢 就有一些 在水里面的木柱 一些小小的木的建筑物 还有很粗粗白色 我想是那些 碼头边的柱 高柱 有些倒影的照片 Dennis你会觉得这张照片 有什么问题 或者怎么样呢 首先钓鱼呢 我都不 是的 碼头是有些木柱 被船去拍摄 是的 是有些怪的 你钓鱼 你对着那个 人对着那个 是一个木柱 和一个栏 所以 不用说了 自动波 当然是帮他框了 然后撿走 当然撿走 就要顺便撿走 倒影 所以整个object 你左边 右边有一条柱 左边有一堆柱 我全部都是用 用新成天色去拔走 都是在一两分钟内搞定的 而且我看到天色不太好 我只是天空取代 其实很多款天空被我选择 我摆一款 最近的环境的天空 就摆下去了 基本上一比一放大 你都不是很看得到的 是的 真的看不到 而且又是转了的感觉 第一真的好像没那么乱 因为他左边的木柱 真的有些杂乱 但现在就很清楚知道 那个主角 就是钓鱼的人 而且襯装着一个很漂亮的 一些大红的云层 有另外一种感觉 没错 所以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原来这些AI工具 就是可以很日常地 帮我们的照片 做到不同的效果 其实这些AI工具 除了我刚才说过 Photoshop之外 其实我之前那段次也说过 那些工具 现在有一个趋势 移到电话 我觉得 几年之后 你会觉得 哇 又有些新东西玩 大家留意一下电话 有一个发展AI的发展 要啊 大家要留意着 尤其是我觉得 喜欢拍照 喜欢弄照的朋友 真的要留意多些 那么分一分钟 你可以弄一些 很吸睁的照片 给大家印象 给大家去分享 对吗 对可以 为什么又特意分享相片 因为我觉得 Dennis 他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都真的可以 和大家去交流一下相片 Dennis 可不可以多来说一点点 我有一个网站 叫做PhotoOnet 如果大家在网址 就是 photo-on-net.org 就会找到我们了 那 我为什么推介这个网站呢 其实呢 我之前在 香港也搞过摄影会 都有几千人的 摄影会 现在在加拿大 都觉得 我都想 carry 这个嗜号 过来这里 都搞了一个 少许的网站 在网上分享 那现在都有 几百个会员 就是摆一些照片 大约是 去年 就应该是 七月 八月 现在都有 二千张照片 在那里了 那大家 一个电邮登记 就可以 做一个会员 你可以上传三千张照片 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的 这样的 那你又可以 譬如 拍照的人 譬如我速速学摄影 我们很喜欢 那时候拍风景 就看日本大师去拍的 是 那现在就很方便了 你上网 就看 譬如看这些二千张照片 其实你拿了很多idea 你打几句话 譬如我拍人 你打几句话 你就可以搜索到 你搜索到这些影人的post 或者一些idea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服去免费登记 然后去分享你的相片 或者在相片里面 其他摄影师里面 拿一些idea 他怎样去自己 在自己拍照那里 去再去 尝试 进步 进步 始终都是 我觉得集思讲应 很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 有时自己拍照 很闷的 是啊 一定有一班朋友 一班可以 去聊聊天的朋友 一起去聊相片 这样才觉得有趣 有趣 现在加拿大这么漂亮 风景 那大家不要浪败了 这个自然环境 是啊 我也是 分享相片 我都愈来愈感受到 有些人可以 跟你谈得到相片 是不同玩法的 所以大家也是 不妨可以在我们 Denis的网站 大家拍多些漂亮相片 又或者试试多一些 AI不同的工具 看看你又可以做到些什么 是的 分钟 初歌都变大师 对啊 所以今天很感谢Denis上来 再说些关于摄影上的事情 希望下次有什么新题 我们又再见面再分享 好吗 多谢各位 多谢我们听众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 继续有大传会堂的 是什么 到时候就知道了 谢谢Denis 再来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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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